好 几率统计的名词 很多啦 但是我们这边所列的是一些 比较基础 比较重要的名词 那第一个是随机试验 什么叫随机试验 像纸骰子 有没有 它到底会出哪一点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 那如果这是一个随机行为 那就是一个随机试验 那它不只是用在纸骰子 比如说明天会不会下雨 那明天每一天都是一个随机试验 是下雨还是不下雨 都是一个随机试验 那随机试验的出向 也不一定只有两种 有可能是明天到底是晴天 还是阴天还是下雨 这样就好几种 你可以这样子怎样分 那至于这个晴天阴天还是下雨 这是称为样本空间 那个样本是从哪里出来的 样本空间 那一个随机试验各种可能结果的集合 就称为样本空间 那所以随机试验 其实包含实验啊 抽样调查这些 通通都算是随机试验啊 实骰子啊 任何的可能会是随机的现象 都是随机试验 那样本空间就是那个 任何的可能的结果值 都属于样本空间的一部分 一个一个范例 就是一个样本 所以那个结果值我们就称为样本 样本 那整个抽样的对象 那个东西我们就称为母体 母体 其实如果翻成族群或者是群体 可能会比较比较像哦 讲母体好像是只有一个 其实不是它是一群的 那接下来 Event 这事件 就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子集合 比如说骰子出现6 那不是只有一次出现6 因为你投了100次 他可能会有 会有20次出现6 对不对 那这种就是 就是事件 就是出现6的事件 好 接下来随机变数 随机变数 这个概念各位一定要有 随机变数 它是一个从样本空间把它映射到 映射到实数的一个函数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随机变数是 头指同板两次同板时正面1出现的次数 那这样的随机变数呢 如果那个头指两次是00的话 那就是0 因为没有正面 就是我们假设0是背面 1是正面 那01的话呢 就变成1 10还是1 11呢 就两次正面 所以就变2 这叫随机变数 那概率分布 就是 出现的可能值 它会变成一个分布情况 就像刚刚我们用R的时候 有没有 用R的时候不是 我不是做了100次的随机抽样 然后结果呢 它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分布 OK 这个分布 但是 这个是抽样的结果 那有时候我们看的是那个来源 当我们看来源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用几率的角度 在看这件事情 但我们看结果的时候 变成是用统计的角度 在看这件事情 那几率和统计到底 为什么两个是放在一起的 为什么不叫统计就好 或叫几率就好 为什么要把几率和统计 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它两个有关吗 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观察角度 那我觉得我这个图其实 来弄大一点 好 通常呢 母体如果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们用母体来产生一些样本 这时候我们会说它是几率的观点 在看事情 那如果母体不知道 我们必须要从样本去推论 母体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就说 它是统计的角度在看事情 所以从这个方向我们会 感觉它是几率的角度 从这个方向是统计的角度 OK 那样本本身的描述 它叫叙述统计 它没有推论母体 那样本本身的描述就是叙述 那母体本身的描述 是几率模型 几率模型 那这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别人的解释 我觉得它这个解释 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从一个叫文文的统计原地 拿出来的图 回来 我当初画没有画这样 只画了两个圈 它画了四个圈 那这个会更传神一点 母体 比较大 抽出来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称为样本 那你每次抽 你可能会抽一百次 或抽几次 那每一次抽 一直抽出来 那抽了一百次 这边样本就一百个 那抽了样本之后呢 我们会计算一些统计的数量 计算统计数量之后 问题是母体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时候我们可以推论 那这个母体应该长的什么样子 那如果说母体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某种分配的话 那我还可以推论它的参数 到底是多少 那透过这种推论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来推测母体的样态 那这就变成统计 那从母体呢 取出样本 或者是用程式自动产生样本 这种就变成是几率的角度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 几率统计的一些名词 还有最基本的概念 OK吗 那我们再还给各位一下